在一起投票啦,我常常在選舉 跟我們的部長來探討這個問題 請江部長 江部長,這個議題很熱門 您剛剛已經講到說,反正華僑跟台商已經排除了 那軍人跟監所的還在研議當中 軍人跟警察,還有收容所裡面的受刑人 都是包括在內的 那這個知識體大 我用我個人的例子來講 我常常選舉,每次輸國民黨都輸三票 輸他買票,輸他作票,還輸他一個鐵票 這鐵票從哪裡來 以前的鐵票是哪邊呢?農家 我以前在跟勞隱期齁,十五年前我就算過了 我在榮家投票率,投出來的票數多少給你猜看看 一千九百五十票對兩票 一九五零對兩票喔 你相信這樣數字嗎? 這樣合理嗎? 一千包一九五零對二啦 這個兩票還是我派進去的,監票人員的耶 你看有辦法,就是有辦法訓練到說 像在榮家裡面這種投票部隊 這很怕人耶 特別在台東 台東榮家特別多 監獄也特別多 現在榮家已經慢慢凋零了 這個選票比較少了 你現在還要跟他說,沒一個價格 你曉得全國監獄比例最高在哪裡嗎? 委員是指台東嗎? 又是在我們台東啊 我們這個從 東河 這個太原啦 東城寄信所 岩灣寄信所 綠島啦 台東監獄,台東看鎖鎖 我這裡算是那幾個 可能幾萬人有耶 那你要開放他們投票的話 這個對我們來講這個影響很大 他們投的是他們原來戶籍的 他們有的六個月他們就要簽過來 有的很像戶籍也都簽過來啊 你這個說 你現在是規劃在2012年 那你總統要選 那立委呢?立委有沒有要 報告委員 目前立委沒有規劃 只有選總統 對,這因為那個立委有技術上的困難 只有馬英九的 不是,當時的所有候選人都會 都會受益於這個制度 並不是特別說誰贏 好啦 所以你立委以下的什麼縣市長啊 村里長代表那些都沒有 目前還沒有 那個像委員報告 目前還沒有 將來也有可能會有嗎? 技術上的困難 如果客戶 像跟委員報告一聲 西方國家 像這種各種層級的選舉 都可以不在一起投票 因為他們採用通訊投票 我們台灣因為對通訊投票 還有餘利 不採用那個 要採用在投票所投票的話 我們只有在單一選區的投票 是比較可行的 我覺得盛思 這個盛思 你這個監索裡面要投票 那我們到底能不能裡面進去拜訪 能不能去做證券發表 不行 因為行政中立法已經規定在先了 不會 以前我們的前車之鑑 特別是在東部地區 你這個 政黨去操控這個榮家 操控現在 玉里療養院這樣的投票部隊 欸這一次投下去 那整個都 齁全花旁去的 包括委員 那可能是好幾十年前 大家的說法 沒有好幾十年前 否則的話委員不會當選的 委員今天一定不會只拿到兩票 欸好在告訴我 太過分了 說不定現在一千九百票都是你拿的 沒有沒有 所以我們對時代的變先 欸跟你說那進行的 真的一千九百五十票比兩票啊 現在是剩下兩百多票 兩百多票我也拿不三十票欸 有啦有生長啦 可是委員的票是從哪邊拿到呢 是有其他地方啊 其他地方啊 那地方一定是委員的鐵票區 所以每個候選人都有他的鐵票區 啊你總不能把這個 總不能把榮家啦 這個精神病院啊 都當作是國民黨鐵票區嘛 這樣不公平啦 我告訴你 委員不要置外於我們這一群族群 欸 因為軍人就是義務義的 對啦 這都來自我們社會 我告訴你 受刑人喔 如果根據我的經驗啦 我選團車如果變過那裡 裡面都會騷動 打破了 因為這個 監鎖人員喔 反社會性性格比較高 對執政者也比較堵 所以那邊是您的鐵票區是不是 沒關係 你如果說台東要加到來投票 我是 我是讚成啦 謝謝委員支持不在即投票 好啦這個這個 你如果 我是讓科普路 我看哪 突破這個 好 沒有這些選票 這樣來突破 好 好這個 到內政委員會來 特別 看到 營建署的 這個是很像回到老家 這個 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 益商國家公園當解說員 所以今天也要來執行一下 我們的 營建署 請葉書長 書長 吃飽喔 起來 運動 蘇定兒 那有人好 是是是 庶長好 庶長好 這個已經25年了 那個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國家公園第一批的解說員 那也給我很多成長的訓練 那今天到這裡又遇到庶長 這個 欸 心情複雜啦 那其實對國家公園 我們業務一直持續都有在接觸 那聽說現在又要把 欸 有一個 這個 南語綠島 這個 研議的 情況是怎麼樣 現在 南語綠島 是 由 我們的海洋 國家公園 在 試探性的 去跟 當地接觸 只是接觸了 應該是這樣 因為 十幾年前 也曾經要在 成立 南語國家公園 但是那時候 名譽 相當的一個疑慮 那 因為以前我們政府 對南語那邊的 包括說你那個 核廢料廠 當初去跟 騙說那是 罐頭工廠 這樣 這樣 所以 南語的到這裡 還是有餘力 當然這個餘力 包括南語綠島 其實都 都還有一點 大家都對這個 要不要成立國家公園 地方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 我是鼓勵 嘗試 勇敢去嘗試 去溝通 去協調 去講 不一定會成 但是我跟 過程當中 那也是一個好現象 現在是這樣 因為我們 送到立法院來的 所謂的 國家公園法 的修法裡面 第四條跟第三十一條 都需要 徵求當地 原住民 他要同意 同意才有可能 再走下一步 那國家公園 設定目的 當然在十五年以前 當初是為了 導入足他們的文化 但是因為 時機沒有成熟 但是現在因為 大家對國家公園 也比較熟悉 那我們 也有一套共同管理的制度 那我們 國家公園法也在修法 對原住民同胞 他的尊重 還有完全 他們的文化的保存 那我們 我們就是說 想要試試看 去跟當地來接觸 現在 僅值於 第一步的接觸 大概是這樣 沒有關係 如果要過去 我可以陪你們過去一下 謝謝 這應該 國家公園 那麼多 現在有幾個國家公園 現在有八個 八個 我都很少 沒有經濟來問 車都在 泰魯閣呢 泰魯閣在不在 那個 油燈涼 這個 國家公園也要用觀光客去 這個安全要特別注意一下 走快一點 不要浪費我時間 請處長 這個 我們的油處長 泰魯閣國家公園是全世界矚目的一個 也是一個 一個觀光的聖地 但最近 這幾年來 意外頻傳 這幾年這樣 史上 可以扎到 遊客有多少人 這兩年 其實 他每一年大概都會有一兩個意外 那 最近 是今年的 二月的時候 一位 陸客 是死亡 去年呢 去年是兩位受傷 都是大陸的 是 去年其實有四位 另外 是在公路有兩位 一位是 美國人 然後 一位是日本人 這樣你們這 國家公園 這些酒頭也是這樣 是 石頭自然摊下來 還是猴子打的 那 沐昆崎縣長是說是猴子丟的 那是 你們調查完了沒有 呃 我們原判是 猴子 還是山豬 我們原判是自然的落實 那 當然 他講的 猴子也有可能 就是比如說 他在山坡上 猴子經過的時候 把石頭 那大家都是死了 蛤 蛤 你們有跟他做一個愛國訓練嗎 你看台灣的都死不中 都弄不中 台灣的旅客那麼多 嘖 這個如果是這一點的話 保護國人的這個安全 蛤 生命安全你們駐有共獻 應該銀劍署要跟你表揚一下 是不是啊 這樣好嗎 蛤 其實 其實是因為陸客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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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到太大聲,深坡會影響到石頭 這樣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以後,因為我每次去大陸露團 你們應該要多加強一下宣導相關的安全的措施 不然你這個也,每次來太魯閣國際知名的一個觀光景點 但是每次來去共甸都共甸阿拉拉 這傳到對岸去也不太好 所以你們具體的改善措施 我再上去部落灣去跟你們要資料 謝謝,謝謝委員 其實內政部的業務經緯萬端 那我們剛剛有提的一些這些國家管好等等 其實另外有一個單位大概很少人談到 就是我們國土匯測中心 我擔任市長大概八年來 其實也幫,這個國土也對我們幫助滿的 那我一直很誠懇,建議就是 我們現在全國的這個數值資料 地理資訊系統,數值化的這個業務 這個沒有人,一般人看不到這樣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對我們國家整體的基礎 的建設非常非常重要 在這部分能不能說再寬裂一些人力 經費,趕快把我們國土的整個一個數值化一個資料 完善建立起來 我想這個對提升 國家的競爭力的一個數值 會有很大一個幫助的 很感謝委員的建議 這部分我們完全認同 會盡量去加強我們國土策略中心的能力 現在我們現在的比例全國大概多高 這個% 林主任 數化的這個資料齁 就是我們歷然做的重測的數值這一部分而已 還有把以前土解做的數化 那這個差不多一半左右的資料 還不是 目前土解數化的資料齁 我們現在就是說 過去有土解法做的重測 那部分都目前把它數值化下來 那其實你們應該齁 我那也有 應該在跟一些相關的有一些單位 像這個水利署 水利署他們也有資料 農委會也有很多 也有資料 台電啦 中華電信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單位 整合起這樣的一個齁 大家不要重複浪費 共同集中資源齁 然後一個區塊一個區塊 來把它趕快這個數值化的資料 把它建立起來 這個對於齁 我們國家的一個行政的效率的提升 齁跟管理絕對是有正面的一個方式 這個應該要多多的齁 來鼓勵推動一下 齁以上 謝謝委員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這個哪些門 可以用太陽趯緣的 zoning